曾令旭和哈达迪上一场比赛双双爆发乌鲁木齐晚报全媒体记者周 翻譜1月26日,承受着本赛季最严重减援的新疆男篮主场战胜 上海,在亚当斯、里根缺阵的情况下,是曾令旭、哈达迪两位曾饱受 质疑的球员站了出来,新疆飞虎身上蕴藏的潜能,也许远比大家想象 的更多,作为CBA联赛上个赛季的本土助攻王,本赛季加盟新 江南蓝的曾令旭曾被新疆球迷寄予厚望,希望曾令旭能分担亚当斯 身上的组织重任,也希望他把冲击力带到新疆队,赛季开始前 1.为球迷这样在网上留言道,赛季初,虽然还处于适应阶段,但曾 令旭出色的冲击力已经展现了出来,主场面对浙江时,他曾砍下十三 分,可惜,新疆队的球权随着赛季的进行欲发向亚当斯手中倾斜 无擅无球打法的曾令旭也越发不知所措,面对辽宁出现两次低级失 误得他,上一场比赛甚至一分钟出场时间都没有得到,不在沉默 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,好在,曾令旭选择了前者,面对亚当斯,李 跟受伤缺阵,阿布都沙拉木,可蓝白克带病出战状态不佳的困境,他 不喊29分5篮板2主攻,最大限度弥补了亚当斯不在的空缺 和曾令旭一样,替换明纳拉斯而来的哈达底也曾饱受质疑,对阵辽宁 这将连续两场得分不到10分,甚至让不少球迷呼吁更换哈达底 好在,这位曾经的亚洲第一中锋也在球队最需要的时候站了 出来,面对国内最好的防守型中锋之一的张兆旭,哈达底对对手完成 了碾压分25篮板的恐怖数据,是对他内线统治力最好的诠释 一场比赛两位球员找回自我,亚当斯被动的缺阵竟然阴差阳错 立成为了好事,希望这场比赛能够让亚当斯相信,他身边的队友很强 大,很值得依靠,毕竟,在强大的个人在团结一致的团队面前,都会 浅得十分无力